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那最近呢其实玩NFT这个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个老韭菜们啊 都已经感觉到了啊 这一波呢 基本上呢 哎 牛是已经过去了 这个有一点已经开始熊了啊 不管是从我们的交易量上来讲 还有是最近这个火上加油的 像上次我之前说到的这个Pixelman项目来说也好 都是在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上雪上加霜的这样一个动作啊 那我们今天就好来讲讲 我们在如果是现在在交易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啊 在这么比较slow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期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那我们应该盯好哪些项目 什么项目是我们现在值得投资的 好吗 然后呢 投资什么样的项目呢 在现在的这个点位投资的话呢 之后会让我们在下一个牛市啊 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汇报 我们就好好分析一下 富华普德说 Let's go Hi guys welcome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如果你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面帮我把视频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好吗 然后呢 今天我所说的东西都不够成人和投资建议啊 完全的都是这个我个人分享 最近呢 其实从牛市可以说是从一月份吧 持续了一个月啊 不止一个月 一个多月吧 将近将近快两个月的一个这样牛市 对吧 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话呢 BYC啊 猴子从三四十这样一个地板 一直冲到了一百的地板 对吧 在这两个月中啊 其实是表现最好的 然后呢 也是让大家震惊的啊 这样一个表现啊 非常非常的强烈的表现 现在呢 给大家可以看 它又慢慢的回落了啊 到八十左右 这波回落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 那我觉得有可能现在还是八十 我觉得到时候掉到五十啊 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不是说没有可能的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这个感觉呢 这个现在这个感觉呢 很像什么时候 很像去年的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时候啊 就是比较冷 发的项目呢 也都是不温不火 但是那个时候 去年十月份十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Doodle出来了 对吧 Doodle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 包括那个时候 Conex啊 也是从十一月份出来的 对吧 所以呢 那个时候也出了很多很好的项目 只是在这一个牛市里面才突然起来的 对吧 包括在去年的时候啊 MAYC啊 也是非常价格低的啊 差不多在三四个仪态左右 那现在呢 最高的时候 这波牛市也到达了差不多二十个仪态 非常的高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往往是这个 要买入的时候 而不是卖出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不管任何的 人家提卖出 基本上卖出不了 是一个什么样好的价钱啊 反而是现在 你能看到的好的项目 买入 搞上它一些 对吧 搞上一些数量 你到你拿到下一个牛市 你肯定就赚钱了 那我昨天说过一个定律啊 就是说怎么样的 就是说你现在在最近最冷的时候 你看啊 如果这些项目发行了以后 在现在这么冷的情况下 它还没有破发 而且呢 二级市场还有持续的这样一个表现 这种项目的话呢 大概率之后 在下一步牛市都是会起来的 如果这个项目代表破发了 或者是二级市场不是很好接盘的话 不代表它下一次完全起不来 这也是没有 也不是可能 只不过我说 如果没有破发 然后呢 在二级市场有比较强烟表现的话呢 可以说是在下次的牛市 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我们投这种是比较放心的啊 那我先说的是这些的 你最近发的一些新项目啊 你觉得我说有道理的话 可以衡量一下 你最近在看的一些项目啊 看哪些是符合这些指标的 对吧 那我最近呢 也在盯几个项目啊 有两个项目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 我不是说建议大家去买啊 我只是跟大家说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两个项目啊 第一个项目啊 是这个叫3lenders的项目啊 这个3lenders呢 我觉得它 我第一眼看上去 它的话呢 它这个长得呢 其实非常像这个 国外一个动画片啊 叫The Simpson啊 这个辛普森家族啊 尤其是这个眼睛啊 画的是我觉得蛮像的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一个 有在一个辨识度啊 我之前也讲过啊 看一个项目 主要看它有没有什么 一个辨识度 我觉得它在辨识度上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跟 其他的很多风格也是不一样 它就自己的一个 读书一致的风格啊 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现在的地板价的话呢 是这个1.95一台 我之前买了两个买了两个都是在地板1.5 1.6左右的时候买的 但是我买的也不是地板啊 我买了一个是1.5的 另外一个是差不多两个一台 所以基本上跟现在的价钱也差不多 对吧 我觉得它在这个1.5到2之间也横了蛮久的 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 现在基本上1.5到2之间是一个铁底了 而且它现在的话呢 差不多一共是1万个 一共有5300个holder 我觉得可能还会再横一阵子 因为5300个的话呢 其实说实话还不够 每基本上一个人平均持有两个嘛 所以呢 应该还有一些人会再拿出来去dump 因为持有的人还是太多了 所以呢这个数字什么时候到6000的时候 或者买至于7000的时候 那它就是这个数字就肯定会起飞了 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在差不多1.5 2.5这附近应该还是会在横一阵子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其实就是符合刚才我说的啊 就是发了以后没有破发啊 然后呢 R27市场上明显是有接盘的啊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大家可以关注这个项目啊 我是比较看好这个项目的啊 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就是说 根据自己喜好啊 入手一两只 我觉得这个项目呢 基本上问题不大啊 在下次牛市里面应该都是可以起来的 那还有一个项目的话呢 就是这个叫invisible friends啊 这个呢 之前是非常非常的hype的一个项目 它出来了以后呢 其实说实话 盲盒价格非常的高啊 差不多有10个仪态左右 对吧 那开了王河以后呢 基本上在5和6之间啊 徘徊了很久啊 这一天一直在5和6之间徘徊 我一直在盯它的地板 这个项目呢 我还没有买 但是我一直在盯它的地板 它的这个数呢 更加的这个分散一点啊 大家看一共 它就是5000个 这个项目 而且呢 它有4.2 4200个 就是说基本上大家是 人手一个啊 有两个到三个的人 基本上都不多 都很少 对吧 所以呢 而且它价格也很非常贵 一般人也扫也扫不起啊 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这个项目 但是很多人不看好这个项目 这很多人觉得 它跟之前的Mekaverse 还有那个Hypebeast Hypeprime 其他等等项目 就是这种 开合之前非常非常hype的项目 是10个仪态 下来 你看看现在Mekaverse多少 对吧 差不多一两个仪态啊 Hypebeast的话 也就是两三个仪态 很多人跟它说 它觉得它还能跌 但是我觉得它跌到 5 4 可能4我觉得都到不了 可能5 4点多 就应该是底了 还有我再想说一句 就是说 我觉得这次这个牛市 有可能持续2到3个月 觉得一个月 觉得是玩不了的 对吧 大家也都知道 这次在NFT里面的 这个牛熊转换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快的 它不会像说 B的这个牛市 熊市这么慢 对吧 我觉得在这个NFT世界里面 这个牛熊转换也非常快 每次也就是几个月 那这次这个熊市呢 我觉得应该是在 差不多两三个月的 这样一个期间啊 那这里面的话 我就觉得 这个数字呢 这个地板价 现在这个地板价5.79 有可能还在往下降 如果喜欢的人呢 可以去再收一些啊 我觉得 而且它其实说实话 它的数量啊 蛮少的 只有5000个啊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第二的话呢 它这个辨识度够强 对吧 像这种 GIFT的啊 对吧 这种形式 不是一个图片的 而且它一直在 这样走路的 这样一个形式 但是我可以说是 它这个创新是绝对是可以的 之前没有一个项目 有它这种创新的 它创新我还是真的是蛮喜欢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二级市场上的这个 虽然是在一直在往一路 在往下走啊 这个销售量和这个量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明显的量还是蛮大的啊 一个小时之内 还是能成交一些的 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项目的话 大家喜欢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啊 但是这个价格说实话 真的是有点贵啊 真的是不便宜 有点贵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看到喜欢的可以去啊 去备一些 对吧 去备一下 竞价一下 OK 那基本上就是 这就是这两个项目啊 我就是说 我最近会个人去 一直比较关注的 当然啊 像这种项目的话呢 其实价格的不便宜 也都是蛮贵的 对吧 Threelander's地板的话 也要差不多两个仪台左右 Invisible Prime 接近于差不多六个仪台了 就是蛮贵的 那我也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找一些便宜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介绍过的ZooFriends 对吧 ZooFriends的话呢 其实说实话 它也是符合之前的这个 我说的 发了以后地板 没有破发 而且地板非常非常高的 对吧 它0.15的面材价 现在呢 一直横在差不多 0.4到0.5左右 在这之间 像这种项目之后 下一波牛是来的 肯定是会起飞的 肯定是会起飞的 而且它二级市场的话呢 有接盘的人也是蛮多的啊 它一旦价钱要低下来的话 一定会有人更买更多的 包括它最近呢 一直在出它的这个觉醒盒子 觉醒盒子出来了以后呢 它会觉醒出来更酷的猴子 然后包括之后的3D 都是用它的这个token 它的这个币 去来兑换的 所以呢 玩法也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 这个团队呢 一直有在做事 一直有在更新 它们的roadmap 还有更 它把它roadmap里面的事 一件一件一件的 都在这个进行当中 也在旅行当中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羊托 羊托的话呢 虽然现在呢 已经破发了 它之前规定的这个价格 说实话 有点偏高 然后呢 其实说实话 现在已经破发 但是好处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价格呢 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是可以是入手一些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0.2 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可以去竞价一些 比如说你放个0.15 如果你能买到 其实都不错的 我觉得如果它再跌到0.15 乃至于跌到0.1的话呢 我就会大量买入 我可能会大量买入 我是第一 很看好它们这个项目 因为它这个项目虽然受破发了 但是它这个社区 大家都知道 羊托社区是非常强大的 然后呢 它也是一个老项目了 它就是已经过了一轮熊市了 所以它不可能是有归零项目 它只不过在以后的这个 每一个牛熊转换的时候呢 有高有低 这个波动都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它绝对不是个归零项目 所以你投这种项目的话 你找便宜的项目的话 比如说0.1一个 0.15一个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一般人 比较能承受的这样一个范围 那我觉得以上我说的这些项目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都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我在这边说清楚 大家都是说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进去好好看看 他们的discord 他们的文化 他们discord的气氛 你是否喜欢 如果你真的喜欢 你又喜欢他们的这个 这个art 这个work的话 你完全可以就是说 把它现在在这个比较冷的时候 可以去竞价一些 可以去买一些 然后拿到下一个牛市 你看看它能给你带来 大概是多少的这样一个收益 那我也想知道你们 最近有在看哪些新的项目 你们觉得哪些项目呢 在下一个牛市里面 应该能有一个不错的涨幅 在下面留言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你们觉得哪些项目比较好 在下面留言 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呢 一定要订阅我频道 打开点小铃铛 所以你不会再错过 我下次发片和直播的时间 还有呢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在我的这个描述栏里面呢 有这个 我的推特和instagram的这个连接 一定要关注我的推特跟instagram 在那边的话呢 我会分享我得到的第一手的资讯 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 对你有点点帮助 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把赞点烂 好吗 然后呢 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